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聆听使你成为沟通高手 有一位先生 他在台中经营出口加工厂 公司有五六百个员工 因着他积极的态度 认真经营管理 连结人脉等等 使得他不论是在业务 或是在管理上 都有很不错的成果 同叶形容他运筹帷幄 真是指挥若定威风霸面 宛如领军千万的大将军 好不神奇 可是呢 即使事业这么成功发达 他就是拿他儿子没有办法 父子两之间的代沟 又好比中间隔了一座山一般 怎么样也无法跨越 每一次一见面 讲没三句话 常常又是拍桌子 又是摔门 弄得家里鸡背狗跳 有一天呢 这位先生因为儿子太晚回家 而再度上演铁公鸡 就在双方炒的面缝耳赐自己 儿子突然间安静了下来 然后一字一字地说出 爸爸 我们这样再炒下去 也不是办法 我能不能请你把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说一遍给我听 这位先生吓了一跳 压根儿也没想到儿子会有这个怪兆 然后说 你说你说 你说就是做爸爸的胎能干 当然看不起儿子 儿子说不对 你再想想看 我是这么说的吗 这位先生说 臭小子 那你怎么说呢 你自己说过的话 你自己为什么不再说一遍呢 儿子突然间笑出声说 你看吧 从头到尾 我说什么你都没有再听 那些话是你自己想的 我都没有这么说 我们不是要沟通吗 那么我说什么 你重复一次给我听 再轮到你说我来重复 儿子试着说服爸爸说 爸爸 我们就试试看吧 不然这种争吵会没完没了的 后来呢 这位先生想一想 终于承认说 我真的想不起来 你再说一次好了 儿子就说 我说 父亲很能干 儿子一方面很佩服 一方面也怕自己跟不上 心里多少有点压力 这位先生冷静地想一想 觉得儿子说得合情合理 自己怎么会那么激动呢 结果 那天晚上 父子俩竟然可以谈上 两个小时而不吵架 他们自己也非常意外 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是不是也常常会遇到 类似的情况呢 对方话都还没有说完 我们就已经先做结论 先有了定见 或是两个人都在不好的情绪中沟通 因着心里满的怒气委屈 这些负面的情绪 取代了我们的聆听 倾听的能力 以至于听不见对方真正的意思 圣经上有段话说 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一方面是不要亲言相信 但另一方面也是 不要急于反驳他人 要耐心安静地 等别人把意思表达完整后 再做判断 亲爱的朋友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情感 都会有发怒的时候 人往往在发怒的时候 最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 以至于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练习倾听吧 在每一个沟通的时刻 学习专注地聆听 听见对方的需要 听见对方所表达的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看事情的角度 说话的语气都将不一样 你将成为沟通高手 你们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